名字幕臨上莊 我覺得這本書的作者 他讓我感覺到是他的創作能力是沒有編輯的 他對廚子也好 對勞工也好 對上班主也好 或者是擺勞會員也好 他的描寫都很貼切 然後深入 所以表示說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課 然後才把它畫反為簡 成我們現在看到 耀然於紙上的這些文字 所以 就是我說很幸福是因為 這些文字已經是他濃縮濃縮在濃縮的精華 然後 我們只要透過閱讀 我們就可以 參與了所有他濃縮濃縮的過程 這個是對讀者來當是很幸福的事情 你即便知道結果是什麼 是會被他的鋪陳所吸引 我覺得這一點是他做出非常厲害的地方 Stanley非常厲害的地方 他除了把做這個個性加進去之外 我覺得他在探訪人性這方面做了很多 就是 讓大家想像的環境 而且這個想像的空間是 你按照他的一處 一步一步進到他所安排的一個劇情 然後你就會有這樣的深刻的體會 不管到最後的結局是 在你意料上的微信 出過你的意料之外 你都會不會覺得那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因為他一直圍繞著你的心 他對我來說是一種清新感 因為你沒有想過原來推小說 可以用這種方式呈現 所以雖然他沒有指名道姓 但他整個過程中都會讓你 莫名的就是在那個黑暗中打了一個SPA-LINE下來 那你就會知道說 就是他 那時候其實那種震撼感或是打破你原本的一些思維的東西 你會覺得天哪兒真的超酷的 那最後一篇他是講抉擇時刻的 其實有一點像兩個人在父親 把兩個補方願不願意把這個補助成到最後 我覺得他最後一點好像就是讓所有人學在那邊 到底那個就是非常瘋狂的 一定非常瘋狂的那個人書士 到底逃脫了什麼 那最後一句是這樣寫 就是在那陰暗的地窖 無情的時刻在我們的耳邊 濃濃作息 聲音是越來越長 而我們正在等著修復作出一個月子 因為我不知道做成什麼是要不要打這樣的意思 就是人性其實到我們一個黑暗點的時候 其實有他非常寵入的感覺 我最喜歡最喜歡的是起鋒對手 然後再來是本店招牌菜 然後再來是那個最美好的一切 我好彈琴 我每一篇都好喜歡喔 然後第四篇再讓我加一篇 第四篇是家庭派對 齊鋒對手 我覺得他討論到了一些存在主義的東西 跟犯罪學 一直讓我想到24個比例 對 就這個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分裂了 還是他完全純粹是對他妻子的不滿 產生的 可是最後面當警方問他的時候 他說我這樣擺放的時候 那時候我入手來了 全成雞皮疙瘩 不愈會睡成雞皮疙瘩 現在我去嘗嘗 我去嘗嘗 你們不記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